总统蔡英文今天南下屏东视察台塘东海峰农业循环园区 但针对了城局的人事案遭到蓝营立委的聚集议场 不让他背询 蔡总统脸色相当凝重 为城局抱不平 他认为打询是一个可以为大家回答疑问的好时机 但是城局的机会却被剥夺 总统感到相当遗憾 总统蔡英文14号南下屏东虽然外头飘着小雨 但视察行程依旧不受影响 在小厨上签上姓名 见证台湾传统养猪业进入新时代 不过当被问到蓝营立法院党团再度霸占议场 阻挡监察院长被提名人城局审查会时 今天确实很可惜这个机会被剥夺了 今天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答讯 蔡英文认为机会被剥夺相当遗憾 为城局打抱不平 更在此强调透过答讯 是一个能为大家适宜的好时机 国民党或者是其他的政党 对于城局被提名人在过去的从政生涯里面 有些是因有些质疑 答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被提名人有机会 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回答这些问题 距离投票还剩几天时间 蔡英文也希望其他被提名人的程序能不受影响 继续走下去 在礼拜五投票之前还有两天的程序 我们希望这个程序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们还有其他的被提名人 也希望能够进行这个必要的审查程序 这两天不论是警戒还是政坛都纷纷扰扰 因此让总统南下的视察形成焦点 再度被转移 记得王超群评论报道